接下来我们来学习消失点工具 在图像修复上的这么一个应用 屏幕上有一张大楼的图片 我要为大楼 把它楼层再多复制几层 以及把字进行修复 所谓修复的意思 就是将字给它去除 我们看一下消失点工具 如何去完成这个操作 我们先把原图进行一次复制 点击滤镜消失点 第一步的话 我们先把格子线先绘制出来 围绕这个透视先画出来 那么在绘制过程中 如果说你想把这个线删除的话 按住点击键这边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要按住退格键才有用 那哪一个键是退格键 在我们键盘中的这个位置 就这个键 就这个它 它就叫退格键的意思 所以说我们只要按住这个键 就可以把这个线进行删除了 按住退格键就行 那我们继续绘制 画出来之后呢 出现了我们蓝色的格子 证明现在来讲 它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里画出来还不行 我们要看一下右侧 右侧这边的话呢 也需要有格子 这样才可以 那好 那下面看好了 我们怎么去把这个格子 影响到右侧这个区域 在工具栏这里 选择第二个工具 创建平面工具 选择好之后呢 点击中间这个线 你就可以把它再拖出来一个 拖出来之后呢 我们再调整一下 它的这个图示 这个呢 再稍微往上动一点 这样就完成了 左侧跟右侧的这个绘制 那么把这两个做好之后 我们将它的高度 拉高一些 因为我们是要把楼层变高嘛 所以你要把这个范围呢 也要稍微的往上提一点啊 再高一点 变高之后 这里的范围 再稍微微调一下 这里也是 再稍微微调一下 这边的话 有一点点的偏差 我们再微调 也是微调 那么调好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啊 因为这边动了一点点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是使用第三个选区工具 使用这个选区呢 绘制一下啊 把这个范围给它绘制好 这个选区有点小 Ctrl加D 取消选区 然后重新使用选区工具 进绘制 那么在绘制时呢 只要选中我们这个楼层啊 把这个楼层给它选中就可以 我们可以从这里吧 从这里选中 好 那么选中之后呢 接下来按住out键 点击它 再加上shift键 就可以将整层 里面 进行一个复制 就可以给它往上面啊 去进行复制了 那复制到这种程度之后呢 我们松手 就完成了整个的复制的工作 放出加D 取消选区 复制成功之后呢 再看一下文字 怎么去给它进行修复 我们将画面呢 稍微放大一些啊 放到这种程度就可以 文字的修复的话呢 你要先找到一片干净的区域 比如说下面这个位置 看起来还是比较干净的 那么用选区绘制一下 绘制好之后 你想想 是不是也是按住out键 看按住out键 加shift键啊 约束它的方向 放到这边来 来松手 那你会发现呢 在它下方啊 就这个位置 这个颜色看起来呢 就非常的突兀 就非常突兀啊 那所以说的话呢 我先撤销一步 来看上方属性中 有个修复的开关 如果你只是想 进行简单的复制粘贴 那么呢 这里就选择关就可以 那你要是像我们现在这种情况 想对图像的进行修复 那这个时候 你要把开关设置为开 设置为开之后 我们继续按住out键 加shift键 看这次啊 会跟上次呢 会发生一点这个区别 给松手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下边这个颜色呢 是不是就自动识别了 它会自动跟我们周围的颜色 进行匹配 而不单单只是 对这里进行一个 复制粘贴的这么一个操作 那么做好之后呢 我们点击确定 这样就完成了我们盖高楼的这个做法 把这楼就盖上去了 那么盖上去之后呢 大家会发现 上面这个天空怎么办呢 就这个天空 这个天空的话呢 我们可以使用 多边形套索工具啊 使用这个工具呢 把天空部分 给它进行选中 因为这是个建筑 建筑的话呢 这种直线比较多 所以说我们用多边形套索工具 还是比较方便的 这里再去点 点到这儿 稍微缩小一下 再往下面动一点 可以了 那么可以之后呢 我们把外面这一圈 给它选中 按住抵抵键 进行删除就可以了 因为为什么可以这么做啊 我们下面是不是还有一层 对吧 下面是这个背景层 那背景层这个位置有这个天空 我们在复制的时候 只是说多复制了一个天空啊 你只要给它进行删除 这样就解决这个问题 而对我们文字的修复的话呢 你会发现在这里 还是隐隐约约有这么一点点啊 那么像这种情况呢 你就需要再次画一个选区 然后给它再填充上去就行 那么其实通过这个例子的话呢 主要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的 我们的消失点工具啊 它除了可以做一些造型之外 做一些那种带有透视的选区之外呢 它还可以利用这个功能 去复制 或者说对我们图像呢 进行一些简单的这个修复 而修复工具 像这种情况 我们后面会有更加快捷的办法 比如说使用这个仿制图章 但今天我们不会设计到仿制图照啊 只是今天跟大家去说一下 我们后面会有更加快捷的办法 去去除啊这个位置 因为命令要混合去使用 这样操作才会更加方便一些 对吧 来看我们这一部分啊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呢 就是说使用选区工具啊 选择范围之后呢 按住out键 就可以移动选区内的图像 还可以保持我们的透视线啊 一直按照透视线去进行复制的 那如果说你要进行修复的话 就需要将上方的修复的开关打开它 这样就可以产生一个混合的这么一个效果 那以上呢 就是关于我们消失点工具的第二个案例练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